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好 我兩個孩子都去美國大陸的書 所以我太太和我開始了正式的宮朝生活 那教會有個弟兄問我 你宮朝生活過得怎麼樣 我跟他講我過得很滋潤 因為自己有了不少空餘的時間 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今天打排球 明天打網球 後天和太太可以一起去健身房 現在可以了嗎 現在可以了嗎 然後去完健身房以後 我們會到阿拉摩阿拉再去吃一頓晚餐 所以實際上那段了也白斷了 然後晚上回家呢 我們一起 我看書他上電了 然後他是一般會看看聖經做著作業 然後稍反 或者關心一下這高雄市長韓國瑜最新的動向 可是兩個孩子不在身邊 常常心裡會惦記 我不知道你們做父母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晚上望著星空想念你的孩子 他們讀書怎麼樣 他們讀書怎麼樣 天氣冷不冷 晚飯吃什麼 和誰在一起 這個禮拜有沒有去教育 那如果看到報紙上登出來 那個城市有打槍的消息 那你還會看一下地圖 離我們孩子多少間 那我女兒去年到芝加哥讀大學 那第一個學生她非常不適應 想家想蝦瑋瑜 想念蝦瑋瑜的這個生育片 所以我和太太經常和她 就是有些溝通打電話 那有一次她打電話給我 她興奮地告訴我 爸爸現在我覺得信仰是我自己的信仰 不再是你和媽媽嫁給我的信仰 我回到說那太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她說我覺得上帝是真實的 特別是想到過去十年你的改變 感謝上帝 聽了女愛的話 我又高興又慚愧 高興的是女愛長大了 開始獨立思考 把信仰當作自己的信仰 慚愧的是 我以前的表現一定非常糟糕 那糟糕到什麼程度 女愛根本就沒想到我能夠被改變 所以在我女愛的眼裡 我能夠被上帝改變是一個神經 所以通過我的轉變 讓女愛看到我們的上帝是信仕的上帝 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那我們當中有不少的慕道朋友 常常會說 如果上帝給我行一個神經 我就相信上帝 但是大家仔細想一想 上帝在我們每個人身上 實際上已經行了很多的神經 你今天能夠在這裡參加崇拜 就是一個神經 所以我們對上帝的信心 下面一言 我們對上帝的信心會影響別人 激勵別人 然而我們不信靠上帝 背叛上帝 也會影響別人 自己當然更會受不虧 大概幾個星期前 7月18號 約束亞哈里斯 Joshua Harris 他在Instagram上面 宣佈他與妻子分區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 7月27號 他又宣佈他不再是一個基督徒 那誰是約束亞哈里斯 他是美國一個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和牧者 他寫了一本書叫《不再約會》 這本書非常暢銷 他幫助很多 單身的難以樹立正確的 基督教的戀愛館 所以不少弟兄姊妹 書架上面可能就有他的書 那麼這麼一位一度熱心服侍 被稱為上帝普人的人 卻背棄了信仰 這樣的事情 讓很多基督徒感到震驚和難過 那哈里斯他放棄了信靠上帝 所以他的生命因此出了問題 家庭受到了影響 自己也大受虧損 今天氣力至善 將來家庭會失去天降 所以我們今天一同來看一下 世伯來書十一章 記載了幾個信心偉人的見證 盼望我們可以一直被激勵 我們先一起做個禱告 親愛的天父 感謝你給我們一個美華的早晨 在這裡一起來敬拜 這是你的認點 求主打開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帶著謙卑的心 來學習你的話語 主啊我們信心常常不足 我們信心常常軟弱 當我們碰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懷疑你 我們想要一些證明來知道 你是否存在 你是否愛我們 可是主啊你的話語 我們被改變的生命 就是你按我們最好的證明 主啊我們祈求你 讓聖靈常常提醒我們 幫助我們 兼顧我們的信心 祷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 阿恩 所以今天我們 今天的講到的題目是 信心的見證 所以我們主要看 世伯來書十一章一到六經 那我們先看什麼是信心 然後我們會看四個信心偉人的見證 那這四個信心偉人就是 亞伯 祢諾 祢諾 諾 諾亞和亞伯拉罕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部分 什麼是信心 那作為一個基督徒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基本 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答案應該是很明顯就是信心 所以基督徒又被稱為信徒 可見信心的不可或缺 那我們今天 看的是 希伯來書十一章 那希伯來書的 希伯來書的十一章 主要是記載的 有關於信心的見證 所以希伯來書又被稱為 它是信心的名人堂 the faithful of faith 那希伯來書主要是寫給 當時在猶太的基督徒 當時有些基督徒 他們因為 因信了基督 所以他們脫離了猶太教 受到了逼迫 忍受了各種各樣的苦難 所以他們的心情非常軟弱 不想再堅持下去 甚至想走回脫了 所以希伯來的作者就 勸勉鼓勵他們 讓他們 不可丟起勇敢的心 要堅持守 基督耶穌的信心 那我們先來看 希伯來書十六章第一節 信就是守望之士的實體 是未堅之士的確訣 那這裡的信指的是信心 守望之士就是說 是尚未得到盼望的事情 實體 實體就是實體 或者是指的是確定的事物 那確訣 未堅之士就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事情 那確訣 conviction是指的是證據 所以我們如果看這一段經文的話 他把我們的信心和盼望 聯繫在一起 那什麼是信心 什麼是盼望 它們兩者是什麼的關係 那每一個人都有盼望 盼望不是基督徒的專利 我們的盼望不外乎 然後期待得到一些什麼東西 或者把我們的盼望 基於某一個人 某一件事情上 所以有個神學家 他把盼望定義為 盼望是對可能發生的事情 的一種熱情 可能發生的事情的一種熱情 當然我們可以充滿信心的去盼望 去嚮往 但是我們卻無法支配我們的未來 那記得在高中的時候 我跑一千五萬里 非常快 可以跑進五分內 所以我就有了盼望 想打破一千五萬米的時間紀錄 我也熱情 所以每天早上五點鐘 會起來跑 大概八到十圈 那現在回過頭來 看有點可笑 想把自己一千五萬米 成績提高一分半 也就是九十秒 那是有點太止步量臨 我剛到美國的時候 還有一個盼望 就是希望靠自己的奮鬥 可以在四十歲 四十歲前退休 那時間過得很快 到了四十歲才發現自己 經濟上根本沒有自由 所以不得不把退休的目標 延長到五十歲 那現在馬上要五十五歲了 每天還在找出晚館 所以人的盼望是建立在 可能發生的事情上 但是可能發生的事情 可能不發生 所以是不確定 沒有把握的 不能保證 那斯布萊書 是一章一節所說的盼望 他不是對可能事物的盼望 而是對上帝應許的盼望 那大家知道 聖經裡面記載了許多 上帝的應許 其中包括 永生 主的再來 身體得數 新天新地等等 那如今的美國社會 公私破產與信心 為之屢見不鮮 可是我們上帝 永遠保持著完美的信用紀錄 所以他的信用紀錄是一百分 上帝的應許絕不落空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一段經文 是民宿記二十三章十九節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把它讀一下 上帝非能 並不止說話 也非能知 並不止後悔 祂說話是不照自己的嗎 祂發言是不要成就的嗎 所以按照希伯萊書十一章第一節 還記得十一章第一節是什麼 信是守望之事的實體 是未見之事的確訊 所以按照希伯萊書十一章第一節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信心 信心就是使守望的事情變得非常真實 就像我們被我們看見一樣 它又提供了一個確訊 是我們能夠看見那些看不見屬靈的福祉 換句話說 信心是使我們今天便經歷將來 並使我們看見它看不見 所以信心就是信什麼 信上帝是可信的 上帝所說的都是真實的 它所應許的必定實現 所以信心的本質來自於上帝 信心必須以上帝的啟示為依據 以上帝的應許為之處 那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信心 信心就是雖未得著卻如同得著 這就是信心 也就是說沒有得著但就感覺到得著 這就是信心 雖未看見卻如同看見 你沒有看見但就好像看見一樣 這就是信心 那為什麼會這樣 實際上很容易理解 我們的眼睛可以看見 但你從來不會問為什麼我們的眼睛會看見 我們的耳朵能夠聽見 但我們從來不會問為什麼我們的耳朵能夠聽見一樣 那信心的話 信心的眼睛能夠讓我們看到上帝 所應許的事情是有把握的 是比人會發生的 讓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確認 那這麼大的信心是從哪裡來的 聖經裡面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 這個信心不是從我們自己來的 而是上帝賜給我們的 那我們一起來讀下面一段聖經 是在以波數書2章8節 你們得救了我們 聖經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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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按照一般人的理解 或者邏輯是這樣 我看見了我才信 我聽見了我才信 我知道了我才信 可是耶穌卻說 我們看下面一段聖經 耶穌說 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 就必看見上帝的榮耀嗎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信心 當然看不見上帝 你看不見上帝 我們自然就不能有信心 所以信的本身是基於信心 聖經裡面也告訴我 這一是本於信 以至於信 所以我們信的本身就是 它的基礎就是信心 那今天在這裡有不少信主的弟兄姐妹們 有的已經信主多年 那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的信心有沒有被實體化 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經歷過上帝 在你傷心的時候 孤獨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受到天父的愛 在你絕望的時候 你有沒有從祂那裡得到希望 你有沒有確實相信 耶穌基督能夠改變你的生命 那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會有 非常美好的見證 那下面我們再來看 希伯來書十一章第三集 我們大家一起把它讀一下 我們以真心 就知道諸世界 是以上帝化造成的 怎要所幻覺 並不是同學 但諸如此無法造成的 那上帝 所以第三集的話 是對第一集的人舉例說明 那作者舉了一個什麼例子呢 上帝是怎樣創造我們這個世界的 那創世紀裡面說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上帝創造世界是靠什麼 是靠祂所說的話 祂說有就有 命令就令 那有關於創世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只能憑信心來聽說 為什麼 因為上帝創造世界的時候 我們只有上帝在 我們都不在 那時候也沒有這個Facebook 也沒有Instagram 也沒有WeChat 所以我們只能憑信心 所以我們今天看見的這個 路遠能看見的物質世界 不是可見之物創造的 而是上帝憑上祂的話語創造的 那目前世界上殺傷力最大的核武器是什麼 殺傷力最大的核武器是 俄國研製的沙王炸彈 那左邊就是那個沙王炸彈 它的爆炸力相當於一噸的TNT炸藥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投在廣島市的小南海原子炸彈的 兩千三百倍 那沙王炸彈威力最大 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壞 但是和上帝的話語相比 祂的能量微乎其微 因為上帝的話語是帶著超強的能量 祂能夠創造整個世界 所以對我們基督徒來說 什麼是信心 信心就是承認上帝所應許的是信實 相信上帝的話語 按照上帝所說 那第二節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見證 那古人是指的是誰 是指的舊約時代的信心偉人 那這些信心的偉人 他們為上帝做了美好的見證 那我們可以看 也就是今天的所讀 就是今天的所讀的經文 是世伯萊斯十二章第一節 我們可以從這裡面看出 為什麼作者會練出這個信心法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把 世伯萊斯十二章一節 一起錄一下 我們只有這許多的見證 如同運財圍著我們 那希望這些偉人的見證 能夠讓我們得到 那下面我們就來看 四個偉人他們的見證 亞伯、伊諾、挪亞和亞伯拉罕 那一般牧師講到都會講三點 那今天的話 因為我們四個偉人 所以加上很多介紹 那就要講五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 第一個偉人是亞伯 那我們看下面的經文 十一章四節 亞伯因這信獻取於上帝 比蓋寅所見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稱衣的見證 就是上帝指他禮物做的見證 他雖然死了 卻因這信仍舊說謊 那蓋寅和亞伯 是亞當和夏娃的兩個兒子 蓋寅是長子 那根據聖經的記載 那我可以把創世紀 下面創世紀所記載的 讀給大家聽 創世紀四章愛道八集 亞伯是牧羊的 蓋寅是種地的 有一日 蓋寅拿地裡的出產 為共骨獻給耶和華 亞伯也將他羊球中的 投身的和羊的自由獻上 耶和華看中了 亞伯和他的共骨 只是看不中蓋寅和他的共骨 蓋寅就大大的發怒 變了臉色 耶和華對蓋寅說 你為什麼發怒呢 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 你若行得好 豈不蒙悅難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浮在門前 他必戀慕你 你卻要制服他 蓋寅與他的兄弟亞伯說話 兩人正在田間 蓋寅起來打他 兄弟亞伯把他殺 當我第一次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感到非常困惑 蓋寅是按照這個創世紀 四章二十九節 四章二到八節 蓋寅是一個農夫 所以他拿地裡的農產品 作為供服獻給上帝 是理所當然 雅伯是一個牧人 他獻上羊子也是理所當然 他們兩個都獻上供服 那為什麼耶和華看中後者 卻看不中虔誠 難道上帝喜歡吃羊肉 不喜歡吃蔬菜 難道上帝喜歡牧人 不喜歡農民 那當然不是 那上帝為什麼不約納 蓋寅的祭物 有下面幾個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行得不好 這是在《創世紀》四章幾節裡面說的 那他行得不好是指什麼 他的第一 他的日常表現不好 他脾氣不好 容易衝動 我們可以從剛才的經文臨看見 會衝動成打人 甚至把自己的弟弟打死 第二 他習慣於說謊 甚至想欺騙上帝 他把他兄弟打死以後 上帝問他 你的兄弟雅伯在哪裡 他說我不知道 他還真正有意思地反問上帝 我其實看守我弟兄的嗎 那第三 他不尊重上帝 聖經清清楚楚記載 雅伯獻上什麼 雅伯獻上是頭身的 和羊的自由 那是牧人認為最最寶貴的東西 那麽蓋影呢 蓋影呢 蓋影是他拿地裡的田產為供應 他不是獻上農夫們認為最好的 初俗的田產 所以這 意味著那些初俗的田產 當然就是蓋影作為自己 先享用的 他只是獻上一般的東西 做個樣子 嚴負責任 那最後一點 他殺了人 犯了那麽大的罪 而且殺了自己的弟弟 他竟然毫無回憶 弱不其事 所以上帝不約拿 蓋影的風險 因為在上帝的眼裡 蓋影是一個惡者 雅伯是一個藝人 那弟兄姐妹們 你有的時候有沒有自己反思 在上帝的眼裡 我們是一個藝人 我們還是一個惡人 上帝看見的是人 而不是共同 一個人的本質壞 他憲什麼都沒有意義 我們光有敬虔和熱心的外表 在上帝的眼裡是毫無意義 因為上帝是看著我們的心 禮拜四晚上你在師班練習師哥 然後突然想到 你昨天講的一句話得罪了一個姐妹 你就應該馬上停止練場 跟那個姐妹打電話道歉 那我相信你們師班長不會折換你 星期一早上你在停車場管理交通 突然想到 你早上衝突麻麻離家的時候 不應該對太太發怒 你就應該馬上停下管交通 你做什麼的工作 給他太太發一個微信 陪你道歉 當然你不要打電話 因為牧師要求大家 在重發的時候 把手指都關屁 所以雅伯他因信行義 他的信心是 體現在他的行動上面 我們可以看下面一段經文 雅各書二章十八節 我們大家可以把它一起讀一下 所以雅伯的信心 所以雅伯的信心體現在他的行動上 他是因信 因信行義 那我們是不是也是如此 我們在口頭上面常常稱頌上帝 說要多多的愛上帝 那我們有沒有把最好的獻給上帝 我們信心和我們的行為 有沒有一致 禮拜天崇拜到教會來 教會停車場非常緊張 大家都知道 那你有沒有把最好的停車位 留給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把最好的時間 給上帝 每次主日從晚 有沒有提早到教會 所以雅伯的限制 之所以比干預所限更美 是因為雅伯是因著信 而干預不是 但我們都能像雅伯一樣 因著信稱義 也因著信信義 所以這是第一個信心偉人的見證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信心偉人的見證 是以諾 我們大家一起把十一章第五節讀一下 以諾以著信 人被見取 不止於見識 人也找不到他 因為上帝已經把他見去了 只是他被堅持一切 已經得了上帝喜悅 把他認證了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 因為到上帝面前的人 必須信有上帝 那第二位 那第二位在這裡會提起的信心偉人就是以諾 以諾是亞當第七代的子孫 那創世紀是這樣記載的 下面一段時間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 生了馬圖撒拉 以諾生馬圖撒拉之後 與上帝同行三百年 並且生兒娘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以諾與上帝同行 上帝將他娶去了 他就不在世上了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經文裡面可以看到 以諾他活到三百六十五歲 那他與同行多少歲 多少年 三百年 那這三百年之前呢 他在六十五歲之前呢 這裡沒有記載 那我們可以想像 他六十五歲之前 應該沒有和上帝同行 那是什麼事情發生了 以後他才跟上帝同行 他生了什麼 他生了馬圖撒拉 他生了馬圖撒拉 所以有的時候 或許上帝會通過一個事情 一個孩子的單身 你工作的改變 或者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能夠來改變一個人 所以按照這裡的經文 他被接去以前 就已經得到上帝喜悅他的名字 所以你如果是蒙上帝喜悅 為什麼 因為他與上帝同行三百年 那以諾和耶和華同行三百年 這表示出以諾和上帝的關係非常好 非常 他們彼此非常熟悉 那就像我們愛家有些弟兄的話 也是 我們也是同行是不是 因為我們打球一起去 然後 然後 愛家搞活動 插進 我們都在一起 所以我們都彼此同行 大家非常了解 那以諾他唯獨 照著上帝之意而生活 才會跟上帝有這樣密切的關係 那比如說我們愛家兩個弟兄 一起打球 一起 一起吃飯 一起插進 但是我們在理念上面非常不一樣 或者我有些行為讓他非常看不慣 那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們還能一起同行 那不做 敵人就不錯了 是不是 所以以諾和上帝同行 就表現他各方面的表現非常好 他按照上帝所旨意的來生活 但是大家也要知道 以諾與上帝同行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 以諾生活的時代是屬林的黑暗時代 那時候世界上充滿著罪惡和不敬虔的行為 大家也要知道 在不敬虔的世界 與上帝同行是非常不容易一件的事情 在不敬虔的世界 與上帝同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為什麼以諾得到上帝的喜悦 第一 以諾是過著聖結的生活 因為我們的上帝是一位聖結的上帝 所以與上帝同行就要過聖結的生活 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到處充滿著誘惑 所以不仿效這個世界 過聖結的生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其他的弟兄姐妹都開著寶寶 奔馳 特斯拉 而你開著一輛十年的普通舊車 那會不會心裡有不平的 你造了一個小羊羔 三十一天的 可是你的老鄉 卻造了一個十個墨石的大羊羔 就是報紙上說的那個Monster好行 Monster好行 那你的心裡會不會不平的 我們人人都嚮往簡單的生活 可是我們的生活越過越負擇 身上的擔子越來越重 根本沒有時間與上帝同行 那我們知道一個人做一件好事並不難 難的是做一輩子的好事 那以諾與上帝同行三百年 所以我做了下面的基存距離 也就是十萬九千八十萬九千五百天 或者是二十六萬八千個小時 那麼在這麼漫長的時間 與主同行 這體現了以諾對上帝極大的損失 那以諾為什麼討上帝的喜悅 第二個原因就是 以諾他堅持真理 因為我們的上帝是一個公義的上帝 所以與上帝同行就一定要堅持真理 那在這不經錢的世界裡 要堅持真理需要很大的勇氣 甚至付出很大的代價 那堅持基督教信仰 你可能受到迫害 比如說在同性戀文中 如果你堅持聖經的原則 說婚姻是一男一女組成的 那麼就會有人說你沒有愛 更嚴重的是你可能被指控犯了仇恨罪 那以諾為什麼得到上帝喜悅 第三個原因就是 以諾他是信靠上帝 我們的上帝是一位信實的上帝 與上帝同行就要信靠他 那希伯來書11章6節講得非常清楚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信 一個人要到上帝面前 一個要到上帝面前來的人 他必須信有上帝 這是起碼的條件 不信有上帝的人 怎麼能到上帝面前來 而且我們還要相信 相信什麼 相信上帝會賞賜 那尋求他的人 也就是說 我們不單信於上帝 而且相信 我們的上帝是慈愛良善 十萬人向他求 樂於施恩的上帝 以諾與上帝同行三百年 他自己尋求上帝 那尋求不是說 從按照希臘說的整個哲學 直接是哲學上面的探索 而是可慕與上帝親近 那尋求與上帝同行三百年 在這麼漫長的日子裡 他一定每天屬靈的操練 與上帝保持那些身交的關係 那起碼每天會有一個什麼 E-mail或者WeChat 或者會一起查經 一起祷告 那我們有沒有每天花時間 與上帝親近 還是只是每個禮拜 花90分鐘 從禮拜天早上9點到10點半 親近上帝 那如果禮拜天你遲到的話 和祖親近的時間會更少 那我們每天有沒有讀經禱告 每天早上醒過來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指 有的時候連經都找不到 現在拿起手指看一下 還是早上為上帝 給我們新的一天祷告 晚上 你睡覺的時候 你是抱著手指入睡 還是在上帝的話語裡面 進入甜美的夢境 所以以諾與上帝同行三百年 他得到了上帝的賞賜 那對於有信心的以諾 上帝給他的恩典也是空前例外 他被上帝提取 並沒有經過肉身的死亡 那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信上帝 我們期待著將賞於上帝 希望大家帶著這個問題回去好好思考 好下面我們來看第三個信心的文 第一個信心文是亞國 第二個是尹諾 那第三個就是諾雅 那諾雅的話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諾雅方舟的故事 那我們一起把十一章第七節來讀一下 諾雅 所以諾雅的故事大家都比較熟悉 在諾雅的時代 地上充滿了信仰 所以上帝就啟示了諾雅 祂要用洪水毀滅這個世界 所以上帝讓諾雅造了一隻方舟 諾雅聽從了上帝的封腹 祂造了一個方舟 當洪水泛來的時候 諾雅和他的妻子和兒子進了方舟 躲避洪水 那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 和爬在地上的昆蟲 以及所有的人 除了諾雅和他的兒子兒子八個人以外 其他人都死了 所以諾雅的一家得救 所以我就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上帝拣選諾雅 世界這麼大 那上帝為什麼如此恩戴的 按照聖經裡面來說 我們看下面一段經文 諾雅是一個藝人 在當時的時代 時代時刻完全人 諾雅與上帝同行 所以整本聖經 整本聖經當中 唯獨以諾和諾雅是兩顆被稱為與上帝同行的人 那弟兄姐妹們 你願意與上帝同行嗎 諾雅他有一顆怎樣敬畏上帝的心 要記得 諾雅以前的時代 從未有洪水為患 或者從來沒有發過洪水 那當上帝突然起誓 他說我要洪水來毀滅這個世界 諾雅他就先見了 或者上帝告訴他 天氣正好上帝過去幾天 晴空化裡沒有一定 哪裡來的洪水 哪裡來的 但是諾雅就這樣信 從這一點看出 我們可以看出 諾雅對上帝的堅定的信心 他對上帝是完全的順利 聖經理說 諾雅 諾雅就這樣信 凡上帝所豐富的 他都造信 儘管 很有可能 諾雅他不理解上帝 為什麼這樣做 但是諾雅他花了多少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做了一個方舟 那在一百二十年 不是一百二十天 不是一百二十個月 一百二十年 那他肯定被很多人嘲笑 因為沒有洪水也沒有下 你造一個方舟黨 還肯定他要投入 那個方舟很大 我這次去年到美國本土 正好從芝加克開車到肯塔吉 路過這個諾雅方舟 所以那方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他本人也是傳道 就是說苦口婆心地勸很多人 但是讓他們來幫忙 一起建造這個方舟 但是沒有人願意相信他 沒有人願意提供任何的資助 但是挪亞對上帝的信心 他的敬畏 他的順福 拯救了他的全家 所以聖經裡面說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門 那我們通常明明知道抽菸傷費 可是有的人還在抽菸 明明知道酗酒傷肝 可是有的人還在天天喝酒 明明知道看黃色東西 會傷害心靈 可是還有的人在偷偷地看 那如果人真的敬畏上帝 就會行事明治 避免各種惡行 那現在的社會 不少人把自己當作傷害 想幹什麼 就幹什麼 所以社會問題越來越多 人越來越多 那挪亞最後得到上帝怎麼樣的獎賞 他的信心讓他全家得救 洪水來的時候 除了他一家八個 竟然沒有一個外來得救 可是當時沒有 實際上沒有一個人相信上帝 對挪亞所謂 挪亞是當時唯一信上帝的人 弟兄姐妹們 可能你是你們家中唯一一個信主 但你要知道 你可能救了你們的全家 為什麼 一人信主全家的問題 所以千萬不要放棄你的信仰 不管生活再艱難 不管你受到什麼挫折 一定要堅持 把福音傳給家裡其他的職業 好 下面我們就看最後一位信心聞人 那也是我們大家熟悉的 就是亞伯蘭 那這一段經文比較長 所以我就 我來讀 十一章八到十六節 亞伯蘭和因著信門照的時候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往哪裡去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做客 好像在異地居住葬 與那同門一個應許的伊撒雅各一樣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人 就是上帝所經營所建造 因著信 連薩蘭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 因他以為那應許他死可信 所以從一個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孫 如同天上的心那樣眾多 海邊的沙那樣不數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似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 前關係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裏式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 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 所以上帝被稱為他們的上帝 並不以為此 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那我們知道 雅伯南漢他是以色列的祖宗 也是信心之一 那雅伯南漢他的信心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那第一雅伯南漢的信心是順從的信心 當上帝呼召他的時候 他毫不猶豫地順服上帝 照著上帝的吩咐 離開家鄉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他很可能出去的時候 還不知道往哪裏去 但我確信 他那時候肯定是背向著 本地本族復家 而面向著上帝所應許的地方 他相信朝著這個地方前進 朝著上帝指定的地方前進 總會是沒有錯 就像我們在這裡 經常在門口會有人說 中國是會怎麼樣去 應該怎麼樣走 那我們很難告訴他具體怎麼走 但我們都會告訴他一個方向 他那他是在那邊 那他只要往那邊走 他就能到這種過程 那弟兄姐妹 你在夏威夷這個人間天堂 已經出了很久 有一個非常穩定的工作 孩子上很好的學校 也有很好的團體和教會 那如果上帝 突然護照要你離開校 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你願意順受上帝的護照嗎 那我們教會支持的宣教師 這是我們做了很好的榜樣 陳耀基夫婦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 在非洲馬拉維宣教 長期宣教 他們常常面對死亡疾病和災難的威嚇 還有高浩平夫婦 在中亞天山地區服務當地的回民 在一個回教的國家傳福音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但是他們順從上有護照 已經在那裡服侍了十六年 這裡的照片是陳耀基夫婦 他們在非洲馬拉維 這兩張照片 那亞伯拉罕的信心表現在哪裡 第一個他是有順服的信心 第二個信心是什麼 他是等候的信心 亞伯拉罕到了上帝所應許的加拿地 那你找到語言人去住 他只好作為自己的人就在那裡 但他因著信他不回頭 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 我記得我九二年剛到美國來的時候 我上海了一個朋友 他到我這裡來住了一個星期 因為剛來 他住了一個星期就走了 他說我這裡的苦我吃不吃 所以他就回上海 那亞伯拉罕他的信心 他是等候著上帝的應許 他知道他的終點在那裡 不是地上應許之地 而是天上 在天上上帝為普人所預備的天假 那做有根據的神 所以我們基督徒活在這個世界上 也是基督徒在藏牧 我們等候什麼 等候上帝所預備的 在天上永存的方法 那今天準備 你有沒有為一件事情打發了很久 沒天啊 可是上帝沒有任何回應 為什麼 難道上帝不愛我 難道上帝撇去我嗎 請不要懷疑上帝 他知道你的需要 實際上你有幾根頭髮他都知道 那他為什麼不回應 他需要我們耐心的等待 因為我們在苦苦的等待時候 我們才能盡力上帝 我們才會放下自己 完全的信心 那最後一點 亞伯瀾和信心是充滿盼望的信心 西伯瀾書作者最後提到 舊約中許多信心的偉人 包括我們剛才提的 亞伯 以諾 挪亞 他們知道自己在世上時刻裡是寄居的 是暫時的 他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庭 就是在天上的家庭 這些人他們在生前從未得到 或者看見所允許的 但是他們卻因為有信心 他們還是歡歡喜喜的 等待著上帝存了道 所以他們都是對上帝有信心的人 所以上帝被稱為他們的上帝 並不以為此 因為在上帝 在這些信心偉人的言語 已經被實體化 什麼叫實體化 他們已經看見 經歷了上帝的恩典 所以他們的見證 這些偉人見證好像雲蟬 一樣圍繞著我們大家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讀最後一段經文 是在菲律比書3章13到14集 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榜的字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里 從上帝找我來的教會上 好 我們一起上課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讓我們從 信心的偉人 亞伯與諾亞 亞伯拉的身上 看到他們對你完全的心靠 我們感謝你賜下你的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在實質上 又暴雪洗淨我們的罪 我們能算什麼 你竟然堅固 我們祈求你 讓我們所做的 所行的都能夠取悅你 我們願意被你改變 我們願意活得更像你 我們願意與你同行 我們這樣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名求 Amen 終於知道 等一下 我們想要先